有一個藥師說他去關懷 那個高疹次的 就是一天都很看病的那個 他說他有一個就是 那個民眾他就是常常覺得 自己關節痛 這裡痛 那裡痛 然後他說他去觀察它的時候 他很恐怖喔 他說第一 他那個醫生開給他 比如說三個月份的藥 他說 為什麼 第二個 除了醫生的藥吃完了之外 他更妙 因為那個藥師去整理他家的藥櫃 發現說 你做什麼 這過期的疾痛 這是什麼飯 你去哪裡 他說去甘馬店買 你因為你醫生有什麼藥 你賣的沒效 他這樣吃 然後你知道藥師就說 你又敢吃 你已經之前因為這樣 你為他已經剩拌的 他之前就是因為這樣吃 他胃已經爛掉 他切掉半個胃了 然後他還這樣吃 當然沒在怕 你才不怕死 我就有成這個經驗 我是骨頭受傷 然後痛太久了 後來我就找骨科骨科說 你就吃一點這個 磁痛藥 剛剛講那個磁痛藥 那我就好 我就乖乖吃 我就每天吃一顆 我沒有過量 我只是吃了比較久 我大概吃到一個半月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 人家說的胃痛是什麼感覺 就是那種 痛起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爬櫃子找胃藥那種 然後一定要讓自己 稍微有墊點東西 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我才了解說 原來胃潰瘍是這個感覺 胃痛胃病是這個感覺 那我當然也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的那個止痛藥 可是其實根源 如果對你身體有尊重一下他在抗疫 然後你好好的去把根本的問題解決掉 而不是靠藥物 胃潰瘍為什麼這麼痛 因為他有潰瘍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胃就會縮起來 你就會覺得好像肚子裡面有一個東西 一直這樣 一直在扭 一直在扭的感覺 會非常非常不舒服 其實身體所有的器官都是這樣 絕對不能抄 特別是他原來就有病 而且你又不知道的時候 你一抄 然後你去的事情 我們之前也是那個在 曾經有說到一個業務 他也是一樣 趕快一個工作 求表現 媽媽看他兒子很辛苦 就說 人家我們台灣都講 甘苦人 他又覺得 只要工作辛苦 甘就會不好 所以媽媽就去電台買了 飽甘藥 甘藥 她說這個東西很好 保護你肝臟 上面有寫可以幫忙解酒 你最近又有去運從 這個最好 就是吃了一個多月之後 他兒子有一天就覺得有點發燒 然後肚子有點痛 上腹有點痛 關節也會痛 他們那時候一看就說 感冒 腸胃型感冒 酸痛 他說全身會酸痛 然後上腹也有點痛 然後有點發燒這樣子 還有一點點的拉肚子 他們想說腸胃型感冒 那休息好了 因為人家就說這個感冒 他們都病毒引起 對 回去睡 他就真的跟老闆就說 沒辦法 只要請假 身體就不舒服了 請假在那裡休養 休養三天沒有比較好 人越來越累 正在考慮要不要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才看到他就說 奇怪 你怎麼 在家裡休養了幾天 變得面黃肌壽 他就說他只能看起來很黃 他就自己跑去照鏡子 一看就真的嚇到 就真的像自己 就真的很黃 他才趕快跑去內科去抽血 就一抽 黃胆6 肝功能 肝指數800多 我們正常大概40 超過兩倍 覺得很快 這個就是急性肝炎 為什麼會急性肝炎 莫名其妙 他以為他是吃東西 吃A型肝炎還是什麼東西 就在幫他抽血 原來他是 B型肝炎大發作 他就是因為吃了那些保肝藥 很多的保肝藥裡面的成分 有時候它直接有肝毒性 有的時候它是有一些免疫的 一些調節肌 他有免疫力混亂 免疫力這樣混亂的時候 他就會攻擊你肝臟裡面的 B型肝炎大發作 就一個禮拜之後 黃胆變成十二 一路往上竄 算到十五的時候 我們就跟家裡討論 這個 因為在台灣要 我們就說這個可能有 換肝的可能性 可是在台灣 你要找到人家捐肝給你 不容易 對 你是不是準備找一些親屬 跟你比較好的 有沒有意願要來換肝 都在談 家屬也在尋找的時候 就在過了一個禮拜 肝指數開始往下掉 就好險 最後還是有回到正常值 就差點要換肝 因為家屬討論了一週 沒有人要捐肝給他 他想說還是靠自己 對 好難喔 無情無異的 還是自立自強比較重要 對 真的 像我在台北的急診室工作 我很少遇到原住民同胞 那有一天就看到 那個姓很奇怪 那個名字我也滿熟的 不會吧 在台北居然可以看到我的同鄉 結果我就叫他 結果我真的是 然後就說 你在這裡 然後他就說 你要這樣 你這樣一直在 出現的話 出現的話 對 很親切 他就說 你怎麼在這裡 這麼高級的地方 我在這裡上班 然後他就說 你在這裡整理嗎 我說 怎麼可能一直這樣 你這樣 你哪裡不舒服這樣 他就說肚子痛 我想肚子痛完了 一定又是喝酒 一定有關係 我說等一下要幫你做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 肝指數也異常 而且最重要的 他就是 我去跟他講說 你應該喝酒 你喝酒 他說對 我喝酒 他說 我說你不要喝太多 你看你今天胰臟炎 他說 喝酒不是肝不好嗎 我說你的肝也有問題 可是你今天是胰臟炎 他說 不是 鋪症嗎 對 好可愛 好可愛 所以你不是胰臟嗎 對 聽起來 看起來他的胰臟炎 跟電腦斷層一樣 沒有那麼嚴重 我說你這次好好治療 不要再喝了 不要再喝了 可是他第二次又來了 又是喝酒 然後第三次又來 又是胰臟炎這樣子 後來同事都說 你看 你的同胞又來了 這樣 就跟他說 不是跟你說嗎 你知道他們 不都會瞧不起我們 就是我們要喝酒 不的意思就是漢人 因為我們布農族 很重視放屁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發現 漢人在講話邊放屁 也不會跟我們說對不起 這樣 所以我們就叫漢人叫我們 不 就放屁聲音這樣 所以我們上面要說對不起 就對了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真的 好可愛 對 然後我就說 他們都這樣 都瞧不起我們 我們要改 而且你知道嗎 我以前喜歡 第一個喜歡的男生 他也喝酒喝死掉了 然後 你們的聊天 好Evy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喝了 結果第四次 就真的是很嚴重 就是 壞死性的一臟炎 而且他那時候還弄到插管 他已經沒有辦法 跟我聊天了 他弄到插管 然後整個肚子裡面都是爛爛的附水 然後請外科他們插個管子 在那個腹腔上引流 然後嘴巴這邊也插氣管這樣 而且他還被等到積水之外 他還急性腎衰竭 還找他洗腎這樣子 好嚴重喔 對 非常嚴重 就多床器官衰竭 不過還好 因為他那時候是40出頭 所以還救回來 然後救回來之後 他後來就很虛弱了 就台北的工作就沒辦法做 因為他就是肝已經變肝硬化了 然後他的肝影響到脾脹 所以他造血功能也有問題 他就重度的貧血 然後他的胰臟也壞掉了 所以他現在要打一道樹 所以就整個就幾周海撩了 而且他洗過腎 他腎功能也沒有到很好 然後他也有痛風 所以腎功能也會更差 對啊 所以那時候後來就回到家鄉 然後我上次回去 還有看到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 酗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個性 是很容易去依賴一個東西的話 因為碰酒的時候 真的會變得急診的朋友 我們都認識這些 反反覆覆急性胰臟炎 後來到死掉的病人 都是變急診之有 對 而且酗酒之後 很容易真的就會出事 之前有一個醫生就說 他收到一個女生是 他先生就是 也不是常常會喝酒 可是他一旦喝就會亂 就是一喝酒就有那種人 但那一次很不幸 老公喝酒回來的時候 小朋友在那個寫過課 不知道什麼是人 然後他老公 那老公就要揍他小孩 那他想說 他現在很如 趕快把小孩帶開 可是在帶開小孩的過程中 他就不小心 見得紅台被被踢到一腳 就大概踢到肚子 他踢到當下 他只覺得他覺得很痛 可是覺得也還能忍 他覺得沒事 那奇妙他說 他後來就覺得 這一次怎麼踢就是 越來越痛 然後他覺得 但是又不是痛到 他真的完全不能忍受 但是就覺得越來越痛 結果你知道嗎 醫生就說他是那種 皮障那個時候踢到的時候 可能有踢破了 然後他是那種延遲性的出血 就是他不是當場可能大出血 他就是慢慢的一直滲肉 所以他可能自己覺得不舒服 但是他又覺得 好像應該沒有很嚴重 他說但是你知道 這種延遲性出血很麻煩處理 因為那一次其實醫生搞得很久 他住家墓病房 那種很段時間還把他救回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身上 常常會有一些小傷口 你不要欺負他 如果那小傷口的癒合 沒有照你的那個 預想的方式去癒合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你身上是不是有大毛病 我們這邊有個病人 他也是四十幾歲 一個年輕人 他就走路的時候去弄到腳 就擦傷 一個一公分的傷口 就破皮 你會怎麼辦 不理他 他不理他 他連擦藥都不擦 洗澡他也沒有避水 就這樣洗... 結果三天之後 他發現那個傷口變 他就想說不行 好像還是不能碰到水 他開始避水 想說洗澡的時候 會稍微包起來 又過了兩天 越來越好 本來覺得不對 就跑到那個門診來說 這個好像有點風貌性之間 我們看也是嘛 就開藥給他吃 吃了好像一個禮拜之後 應該會好 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沒有 越來越辣 我就說普大隊住院好了 我就說這不對 就一個小擦傷而已 對 恐怖抗傷素 打不下來有問題 發育有一次 我都看到他在抽菸 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說 我幫你測一下 那個周邊的動脈的那個痛症 就一測 他就是因為抽菸 造成的高血壓 造成的下肢的動脈 所以造成他那邊的養分 血壓的養分根本就下不去 你傷口要怎麼長 他角度差一點結智了 對啊 不會好在 就是經過那件事之後 他就知道要戒菸了 抽菸的傷害真的很大 多虧你看到他抽菸 你是恩人 對啊 今天突然覺得 對自己的身體好一點 應該是陪你最久的 麻醉好不好 其實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分享到我們 在本大中 周圍中的大家 拜拜 環區現在就大家 小孩生的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家裡有很多 獨生子女這樣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樣子 好像只生一個小孩 是不是這些小孩 就是既聽一下 就比較交錯 比較任性 然後不善於交朋友 或者是不善於跟人家互動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小孩 有這樣子狀況怎麼辦 獨生子女真的會比較交眾 比較不善於人交往嗎 其實沒有研究證實這一點 是 獨生子女大概唯一有研究的是 當她剛開始進入團體生活的時候 她的確比較不會跟人家交朋友 但是當她在學校混久一點之後 其實獨生子女跟其他孩子 都是一樣的 是 所以如果今天你家裡 生的是獨生子女 你好好的教她適時的 給孩子一些放手的動作 不要什麼事都顧屌屌 好像獨生子父母一樣 保護得很緊 其實她已經不需要你保護 她在外面已經在 自己闖自己的人生 是 但是我們也能夠讓 不要把這個獨生子女變成你的淨聯 就是說 你就整個人期待她養兒防老 將來你就要照顧爸爸媽媽 所以好像有這種供需的關係 沒有 我們對她的愛就是沒有條件的 我們該賞該罰 一切就是按照規矩 不要因為她是唯一的獨生子 獨生女 而有跟平常的標準 不一樣的做法 我想這樣子一個在中庸之道之下 你跟你的孩子 才會有一個健康的關係 那當然你的孩子 你也可以把這個健康關係 帶到她周遭的這些人際社會上 嗯 了解